像我有跟他講 我的偶像以前是 後腿熊妹子 舞龍哲手 其實還是有跟 台語聽起來還是有代溝的 對 還是有吧 許惟恩王家良有代溝 坦言姐弟戀一開始有壓力 許惟恩王家良 交往六個月就閃婚 今年十一月登記 究竟差六歲的姐弟戀 是怎麼來電的 我以前交往的立下 都會年長我一點點 因為我比較沒辦法跟 比我年紀小的關係 教我 結結實 對我會是這樣 那我以前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有教過 快三十 喔那些 怎麼就 三情是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 跟年齡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跟個性 兩個人個性 其實如果想法都是很像的話 要慢 一直慢一個 要衝一直衝一個 是因為剛好我們兩個的共識是 想法性一致的 高三的時候我才 我想就有點緊 沒有 沒有 兩個穿五小六年級的制服 跟高三要走在一起 然後他們是一堆的 你們的姐弟戀 會不會有這六年之差 所以溝通有代溝 像我有跟他講 我的偶像以前是 後肯舊妹子 武龍哲秀 武龍哲秀 對 那是比較後面 還有 擠田龍座 擠田龍座 其實還是有跟他 聽起來還是有代溝的 對 還是有吧 他必開又必搖頭 你不覺得很難 除了代溝之外 許惟恩住到十八年 自己開公司當老闆 王嘉良則是參與全明星運動會 才獲得關注 這樣的落差 會不會讓南方有壓力勒 如果比較早期 比較剛出來演戲的時候 如果是碰到這樣子 可能會有一些些壓力吧 因為很長 對 因為你需要 多證明一些自己的能力 不管給外人 或是大家看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這些東西 我見得 你們最大的女生 會不會真的 比較會賺錢 比較會賺錢 這個不是 這不能對你的 只是她的經歷比較多了一點 我們彼此都不會給 雙方有這樣子的壓力 不管是有形無形 但是三十歲以前 你也不敢想要一起 你如果有這個想法 一定也是知道 大概是在幾年之後 所以我可能從二幾歲 這樣一直慢慢往前 可以跟二十五、二十六 二到三十、三十多 那我覺得惟恩 她是以前她事業心很重 她可能會衝很前面 但是我覺得她近幾年 她會覺得 可能需要 享受 生活是什麼 或是什麼樣 所以她我覺得她心態變 她也慢慢放慢走 她變成她放慢的時候 我剛好是在往前的時候 我們兩個疊在一起 找個兩年認識她 她或許還在繼續衝她的事業的時候 如果那時候 我們硬是要在一起 就不會疊的 或許也不會 不會疊在一起 不會疊在一起 對 好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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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